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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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人要 在二手市場裡 人是不具任何價值的 所以 艾琳老師建議來店裡選購的客人 打破限量迷思 挑選自己喜歡的款式 那就對啦 艾琳哥 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啊 你看我們消費者想摸 二手店耶 會不會是因為 這個包包已經很舊 比較舊才會賣來這邊 或者是說呢 它的保值效果比較不好 所以才會跑到二手店來呢 基本上我們二手店收的包 通常是只有兩種人會拿來的 兩種人嗎 對 一個是未婚長得漂亮的 有人送 一種是已婚有錢的 自己買 所以我們的包包基本上都是 客人自己擁有的 而且每一個包包的來源 我們都會有紀錄的 所以基本上 這些來源 你都不用擔心 可是我買回去後 我怎麼知道我有保障 是老闆跟我說來 我保證這個一定沒有問題啊 是口頭上的承諾嗎 因為二手店他賣的包 不是只有賣你這筆包而已 他服務的人非常的多 賣的包也非常的多 基本上只要是我們新的新品 就是賣出去任何的商品的話 我們都會開這樣 我們店裡面的保證卡 保證我賣給你的東西 一定是真品 仿冒品隨時都可以賣 對 那相對的如果 你到別的二手店去買 也一樣 裡面可以跟他們 搜尋一張店沒有的保證卡 沒錯 而且由我們LANGER 層層把關 我們買的東西呢 絕對是安心 又有保障的喔 我現在想要問老闆 我們要怎麼在最快的時間呢 有沒有什麼小撇步 可以看出這個包包 到底是真的還是放的 第一個我們看的就是材質 第二個我們看的是車工 各位小資女孩 各位入門的人 有看清楚了喔 這個是LV的包 那基本上 像這樣子的包房 第一個我們就會摸它的皮 喔 真才死掉 摸得出來 它的皮 它的配件 還有一般客人 看到LV的包通常都會問 所謂的序號 它的T-code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來撿這樣的包 我買了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包包 當然也希望 能夠經過你的細心的保養 然後讓這個包包使用的連線 能夠更加好 今天就把我的壓包的 這些清潔工具組 介紹給你 然後看一下有什麼 GASY 一整組的 咦 這是水 對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 是蠟筆耶 對 蠟筆 還有這是科技泡棉 橡皮擦 跟一塊布 就這麼簡單就可以保養好 你的包包了 你看到任何的污漬 黑點 用來把它擦一擦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的污漬 擦得乾乾淨淨的 真的耶 對 10塊錢 科技泡棉 一顆在手 包包乾淨無敵 什麼清潔呢 那麼厲害 就要沾一點水 在我們包包的上面 就直接擦洗 嗯 對 因為我們包包是黃布的 它基本上不怕水 啊 好好用喔 大概添購一塊 10塊錢而已 壓走來了 一般我們如果像這種機車包 黑色的小補色 嗯 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也很簡單 我們現在拿出蠟筆 嗯嗯 對不對 什麼顏色的包生 我們會用什麼樣的蠟筆 嗯 像我們包邊緣比較會容易髒 嗯 就把它塗一塗 然後隨便的一個衛生紙 好我們擦試一下 我們就把它補過來了 這樣子蠟筆可以擦掉嗎 對 OK 沒有問題的 好酷喔 包包什麼顏色 你就用蠟筆 輕輕的什麼 這樣 都不用讓你發到任何的維修費用 今天真的很謝謝LEN哥 為我們精心講解 那麼完整的挑選包包的課程 啊 我今天真的受益良多耶 你知道我現在的心情超級興奮的 我想要立刻學以致用來挑包包囉 啊 挑選包包好多喔 從來挑緊喔 再見囉 還是挑包包 好 可以 吃 這樣 吃 你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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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